大家好,老徐,今天应付广大粉丝要求给你们展示一下西米的 很多人想看看西米,因为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拍过一期视频 那期视频就是他安回了没几天 然后呢,身体条件也不太好,现在养好了,而且发情了 发情不说还配完了,已经配完几天两三天了 顺便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繁郁的一点事 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认为繁殖这个东西靠的是公犬 实际上呢,通过实践的总结吧 其实牡犬跟公犬的这个重要性都差不多 等等吧,算是说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讲究的是合理搭配 好的公犬有很多,好的牡犬很少 这个话你们可以去仔细的想一想 西米 西米 每一家犬舍可能都会有一条两条 不管大小犬舍都有一两条特别牛逼的血统 但是真正出优秀的小狗还是靠牡犬 所以牡犬呢,作为犬舍来讲,牡犬的整体层次的高低 决定了这个犬舍翻试出来的幼犬的层次高低 因为数量多嘛,一条两条谁家都能弄出一条两条好的啊 但是大量做出好的来,安置出好的来 这个一定好牡犬 比如说是大家那个萝卜,对吧 搭配瑞迪呢,就瑞迪比较优秀 萝卜虽然血统好,但是它长相并不出众 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出仔啊,出这个幼犬的品质特别 西米属于这个结构啊,就是品相相当不错的牡犬啊 但是西米出狗也很不错,因为之前出狗不是第一狗狗 加上搭配的瑞迪,凭经验吧 感觉啊,它出的幼犬会非常优秀 但不是全部啊,不可能比如说生用六只 不可能六只是全部都优秀,但是会有特别优秀的 西米啊,西米的肩膏是我们家所有武功里面肩膏最高的 估计六十五左右啊,头版呢 并不是特别夸张的这种大头 因为它是母犬啊,我喜欢母犬母象 就是说白了,它的头子比公犬要小,但是 长得特别标准,知道吧 耳朵不立起来啊 你忘记它今天就是一点煞气都没用 这把眼睛才蒸开,我的天 之前都是斑腻的 它现在没心情 一点没有,镜头都不对 总之呢,就是正规的犬舍啊 繁殖的话讲究的是合理的搭配啊 跟大家说这些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买狗的时候呢,看它的血统或者是看父母的长相固然重要 但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你买到就是优秀的小狗啊 总之呢,不能太依赖于血统,不是牛逼的血统 出小狗也不一定一逆啊 也不能太依赖于父母的长相 父母长得可好可好了 生生的狗不好,也有大有大有狗在啊 所有的这些条件综合下来只能作为 我们去购买两小狗或者是 选小狗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你要综合这些所有的条件啊 去预估这条小狗 在它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 看到它的长相 从而判断它将来能不能成才啊 能不能出席啊 还是那句话啊 靠谱的人才能带到靠谱的狗 要不这里面学问太多 套路太深啊 容易被割韭菜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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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